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回来收看第三节的祝字室 我是Yukio 这里是MIHK.TV 大家好 我是Natalie Natalie 刚才看了关师傅的第一部分访问 我见过关师傅后 我对风水有一个新的领悟 首先我认为风水师傅应该年纪比较大 他比较年轻 说话有文咒咒 可能他说十句我只明白一句 但对关师傅他说十句我只明白六七句 我发现他说话比较风趣幽默 他愿意用生命的角度 跟我解释风水 或者跟你那些鬼妹仔解释 好像没有传统迷信的意味 没有那么神秘感 没有那么神秘感 听起来好像科学化一点 对 科学去解释一下 例如说一下居家注意的风水师傅 真的解释得到 在科学角度上 所以我觉得这次很有趣 还有我们将会继续播放 有一部分 是 待会会 节目结束之后 便会有第二部分的interview 那部分更有趣 应该 那部分会介绍一下 怎样去认识一个好男孩 是 还有会告诉你如何催稳 是 没错 好了 完了DVD环子之后 我们接着要去看材料 今次我们去了哪里看材料 浴室 是的 我们又去了洛克道看浴室 是 不如我们先看影片 看完影片我们再回合 好 Kill 我们今天又来到洛克道 今天你有想要帮我看什么 我们第一次看了船尊 接着第二次看了木地板 今次就带你去看你经常用的东西 那就是浴室的建具 那我们不如进去看看有什么新东西 Kill 我看到这些洗手盆 好像花板那样很漂亮 其实 是的 其实现在的洗手盆 就有很多不同的款式 嗯 但大致上来说 我们分两种 一种叫做桌面盆 一种叫做桌底盆 那桌面盆 通常的材料 就会比较夸张一些 或者是特别一些 那好像有些花板型的 或者有些蛾打型的 有些会用小型来做 有些现在新款 就会用一种雅面的小型来做 那一般上来说 在家 我通常不会太建议客人 用一个桌面盆 因为你看到 它和桌面之间 其实有个缝在 是的 那除非你家已经有一个很尽责的工人 每天都帮你清洁 那另外 如果你不是实际清洁 那它很容易就会创造一些细分 或者白了 变成黄 变成黑发毛 或者就很容易 反而是不卫生的 回头 相对性 打理会比较难 因为我当初以为 这样应该是很容易抹的 它始终也会有一条 在底部 因为它始终也不是停在桌面 所以如果是一般 经常都很打理的 香港人住家 那我都会建议用桌底盆 哦 明白 其实我觉得这些黑色也很漂亮 是 其实现在真的有很多不同的款式 有一些就可能用一个 倒了一个好像钢面的处理 有黑色 有一些花的形状 就是为了迎合不同的需求 基本上现在就会有很多不同的 洗手盆的选择 嗯 那我们比如去看看一件事 我们去看看一些 码筒 好啊 这些很新穎的码筒 是自己会开盖的 其实这些就是一些新的码筒 厕所版的设计 有一个电子感应 所以你走过去 它就会开了 好像很欢迎你 哈哈 原来是这样 我想问一下 有些码筒现在是没有水箱 那么有趣的 其实它不是没有水箱的 它的水箱呢 就藏在那一幅长的后面 那就会令到更加美观 因为一般来说 就会看到有水箱在后面 又不觉得有很多东西 我们经常都说 Modern的设计 希望简弱一点 总之码筒的水箱 人们都希望 都会收到水箱 那就会令到 整个厕所就更加減弱 嗯 而且好像是 省贵一点 相对整体 但是其实它的水箱 只是收到 不整体 就这样看下去 就像小了 尤其是它的盖 盖上了的时候 嗯 嗯 我看好像是否可以 盖上了 有很多不同的功能 而那些码筒的厕所板 其实就有一个 发言 或者是 洗 洗 什么的功能 是 你是不是都用过 你是不是都用过 有啊 在日本的时候 大部分的码筒 都是 会说话的 会说话 对 其实都是 很简单 比如冲洗的时候 你按按针 它好像屡次 会有个提醒你 那些 那你觉得这些码筒很好用呢 我觉得很好用 因为我之前在日本有用过 它直接是连起洗衣盘 嗯 就是你不用出去洗手 因为它们浴室和厕所 通常是分开的 嗯 那你就 去完厕所 洗完之后 你就索性在上面 已经洗了手 嗯 那其实呢 我想 这个洗屁股的功能 或者 暖这个功能 就是在日本 就比较久一点 因为日本是被冻 嗯 那 而且 他们 就是 他们觉得 洗 即是去洗 洗 洗是会清洁 用这个纸巾 所以 现在在香港呢 就开始也流行 这个 这种功能的厕所 那 讲到厕所呢 其实厕所 有三种不同的去水方法 是 有一种叫做 红级色 红级色 就是 一个地去水才可以做得到的 就是厕所是地去水才可以做得到的 那 另外一种呢 就是直冲 就是一般家用 经常都会见到的 那第三种呢 就是一种新的技术来的 就是叫做3D的 船窩式的清洁马桶功能 就是去水功能 那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这个示范的 那这个就是船窩式的冲水啦 你看到呢 它那个冲水呢 就是由这个洞 是算了一个马桶的圈 就冲下去的 那其实它第一个冲水呢 就是下面那个洞 那所以呢 其实它就变了一个3D立体的呢 去把整个马桶的位置都清洁了 那这个就是最新的技术啦 那这个呢 就是直冲式的去水啦 那你会发觉呢 刚才的水呢 就跟刚才的船转式很不同 它就由四边呢 一直直冲下去的 那这个去冲水方式呢 就没有那个船窩式呢 那么冲得干净 那但是这些呢 就是一般厕所冲水的那个模样来的 那到最后呢 这个就是一个红级式的冲水系统啦 那你会发觉呢 它相对性是静一点 和它用少一点水的 那但是红级式的去水呢 就只是地去水的厕所呢 才可以用得到的 这个红级式的去水呢 它才可以用得到这个红级式的浅鸡啦 那所以不同的去水呢 就有不同的功能 不同的功能 和不同的清洗效果 那我看到呢 那我看到呢 这里有两种不同的花灑 有一个是Rainboard 和有一个是普通式的 那其实它们有什么分别呢 你平时会用哪一款多些呢 我啊 我自己喜欢用这些多些的 哦 用这些多些的 其实呢 有两款不同的花灑的系统 就是一个我们叫做雨淋花灑 一个是手渣花灑 那其实呢 就跟男生和女生的洗凉就有分别的 那比如男生呢 很多时候就 他不介意洗湿过头 就是洗涼的 因为洗头和淋身 就是试过过 那所以呢 男生很多时候都会选用雨淋花灑 或者选用雨淋花灑 就走 那但是女生呢 很多时候他都洗头和洗涼分开 会分开的 那还有他清洁方面 可能他又会想 清洁得仔细一点 就是比较淡靓一点 那所以呢 他们就会比较少用雨淋花灑 就用手拿花灑 方便一些可以拿下来 可以拿下来 可以拿下来 还可以教低一点 那你就不用洗手的头 对 洗头和洗涼就可以分开 哦 哦 那我看这个呢 也很有趣的 哦 一同步的 那你看到这个款式呢 那其实就是 我们叫做 好色的出水 那他出水 一开始快回来 其实他真的很漂亮 是啊 但是也是有一个 打你要小心注意的地方 就是你看到他出水之后 是 那可以比较前一点 这个位置 那你看到他出水之后 他就有很多水珠在这里 嗯 那如果你不是即时去擦了它 或者处理了它 那他的水珠干了 就会变成一些水红 那你就会看到白色一点点 哦 哦 就是好像洗完刀刀刀刀刀刀刀 没抹干它 这样 是的 那会有些水红在里面 那会看起来 看起来 你看着漂亮 那还有呢 那处理跟打你 也要用他 去帮他做一些清潔的工作 要不然呢 当他中间有马哥哥 或者出水位結實了的時候 它就不會有那個紅布出水的效果 就會變成金叉 粉叉或者開叉的效果 開叉的 我看到那邊有些水龍頭的顏色是很特別的 你可不可以看一看 這個金色我真的覺得很漂亮 其實以前一般的水龍頭 通常都是顏色 或者很簡單的設計 但隨著不同的設計的要求 或者隨著客人對生活的要求 就開始出了很多不同的水龍頭 譬如有一些床長的水龍頭 有不同顏色的 有不同的設計 那床長的水龍頭 就是將它所有的後管 就會藏在那個床 在牆身裡面 所以變成它就會變成美觀一點 跟傳統水龍頭就有一點點分別 但是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床長的水龍頭 如果它壞了的話 就會比較難收你的 所以在做這個工程的時候 床長的水龍頭就要特別小心去處理 好 回來了 我們亦有第二部分的介紹 浴室結局 我們留下個星期就有看了 在這裏也很感謝 YuruBath 即是地方給我們拍攝 我發覺我剛才說的東西很不設計 為甚麼 很多時候都說那樣髒 那樣又不容易清潔 然後就說不要用了 然後你是不是剛剛因為聽完我說 其實我很喜歡這款 不過太難清潔了 所以我決定還是不買 因為其實有很多時候 譬如你做住家的設計 你就不可以只是 真是探美 是的 因為不是每一個家都有工人 有工人當然 當然好 有時他放假你也要自己清理 是的 以前曾經被人投訴 又說這麼難擦 我這些經驗分享之談 也不可以經常貪靚 不要命 這裏有兩全其未 我覺得 有些可能比較上是容易抹 但又漂亮 其實都有 不過我們下個星期再跟大家說 下個星期那一集 我記得有一個我很喜歡的浴室部分 下個星期你好像出獄 是的 很喜歡那一拍 下個星期Natalie穿著這個浴袍出場 是的 難怪你這陣子增加人氣 為甚麼關於浴袍的事 準備去逐出下個星期的浴袍環節 OK 大家記得收睇 那麼 那麼我們 那麼今天的節目就差不多完 但是不要走開 因為我們還有第二部分的DVD訪問 同一個關師傅的訪問 今天很多謝Natalie 很多謝各位現場觀眾 亦都很多謝H.I.Q.去贊助我們的桌子等等 提一提大家 我們其實有E-mail address UKIO.MIHK.TV 是的 歡迎大家可以來信 或者聯絡一下我們 看看對節目有甚麼意見 或者有甚麼想交流一下 跟我們 好 好 你有沒有補充浴袍天氣女郎 下集記得看 下集很精彩 好 我們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下星期再見 拜拜 普通人們 三十多bé 下集 training